绿色博览会开幕之后 下星期将遇到4月4号到6号三天廉假 因为配合儿童节将到来 园区会开放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 鼓励家长趁着假期带小朋友来绿色博览会玩 欢迎大家来绿博览 2014年宜来绿色博览会 今天在苏阿武老坑园区盛大开幕 变成了大型的生态教室 非常适合让小朋友来学习环境教育 所以县长林聪贤今天就宣布 儿童节三天连下的期间 购买国光客运的国光假期套票 12岁以下的儿童享有国光客运车票 以及绿博跟传统艺术中心门票全免的优惠 另外全国12岁以下的儿童 再自三天来游绿博也是免费入园 我们一开幕就要跟各位宣布 所以我们在儿童节4月4月到当天 所有全国的小朋友 12岁以下的小朋友 来到我们绿博免费 然后国光客运也搭配我们这个行动 搭国光客运也免费 所以我们希望在各县市的这些小朋友 在连续假期的时候 能够邀请各位爸爸妈妈 能够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绿色博览会 来做疗愈的春天的行程 来做家庭的旅游 我相信这是我们举办绿色博览会 除了呼应我们共同的绿色生活价值 同时也是一场我们要跟土地对话 最好的心灵交流之旅 全国12岁以下的儿童 4月4号到4月6号来到绿色博览会 一切免费入园 体验丰富的环境教育课程 不过主办单位提醒家长 请记得帮小朋友准备健保卡 或是相关的证明文件 方便在入口查验 依赖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波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